歡迎大家回來我們敬遊戲對話團第二節 我們繼續說有什麼新遊戲技術 太多猛料了 9月是這樣的 9月一開學好像不需要別人讀書 不要讀書了打機 道理升仙 就是向教育界宣傳的有字 沒有東京遊戲展 9月又是東京遊戲展 他又不斷推新東西出來讓你們玩 有道理 連都是這樣 不知為何 對呀他不做 早幾天宣傳聖誕 EV通常都是失望居多 EV通常都沒什麼好看 反而人們好期待TGS 今年可以看TGS 太力可以做戰地記者 戰地記者麻煩你拿多點秒回來 多點就拿回來 我會呀 我會呀 因為他比賽場面就是在裡面 在TGS裡面 拿些漂亮贈品回來送給你們 我看一下沒有 應該有的 不過去年開始 不過去年 有人要說的就是 由前年開始很多廠都縮了成本 派了一些 成品經驗沒有意思 拿一些Love Plus的情信 也好 也好 很多這些 其他人有什麼益 可以留得過 那又講一下大家期待還是失望的作品 我是期待 其實也沒什麼感覺 我還沒玩過 所以我也覺得OK 我看過一些片 TGS Yves的第三集 The Third Birthday 都是一直 以往都是由我們的阿亞姐姐做主角 阿亞姐姐是中女了 一年索一年 但待會中女就變成後男 不呀 在他這個故事裡面的時間是很慢的 你不要用現身 這麼多年前玩就照家旅 我記得我第一集玩的時候 差不多十年前 是 是啊 FF8之前一年 但他的樣子是沒有變過 他現在是39歲 他說他現在39歲 但是他又 他樣子是18歲 你別管 別管 他就是那些端粒看的奧妙之處 黃小虎60歲 黃小虎60歲 黃小虎沒有那個布京雲 你搞錯了 布京雲百多歲 好像說 這裡最大的不同是這集的玩法 其實PE每一集都好像在玩法上 想來一些大轉變 一開始是ARPG 剛才Mike後 Connor說的單人版 單人版Nels 單人版StarOcean 或者Tales 都還沒到Tales 但StarOcean會比較 就是因為他 都是走來走去被攻擊 然後到那條 ATB BAR 玩了之後到你走去 到你打他 你射他 其實OK的 但第二集他又轉了 我沒有玩第二集 第二集我接受不了 第二集變了BARHASA 是不是因為那時候BARH的震向力太大 我接受不了Square 出BARHASA 但是他現在PSP看的影片 他有點像BARHASA 他好像Crisis Core 他只不過 不是Azad用槍 射叔會不會比較好比例 Metal B 不是 我看他喪射 他簡直是FTPS的 RINGBO 他又有一條BAR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子彈掃 我都覺得Z是 用一把大刀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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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它有一點點無敵 對 沒事循環 olduğunu Judge 那裡說 應該也很大限制 看上去無敵的事情 也想騙你 代表面是 kommerrement的壓力 是的 炖 econom mber 那麼簡單 dingen Horizont 不會回來 比你好 剛 剛才五月一講 第第一集應該是十年前 某程度 然後第二個好像是二千年 它是九八年和二千年 我記得是剛剛聲勢沒勢的 十幾年了 我記得是 剛才我讀中一二的時候玩 我記得是十幾年了 我記得是兩者遊戲夾著FF8 第一集是PS那時候出過 第二集也是 十幾年了 現在老實說 他就算出第三集了 真正留下的老玩家有多少 他怎樣都要面對一班新的玩家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他現在的東西這麼野村哲也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以前都不玩爆衣就一直玩爆衣 對 我OK的 你要走入歐美 你不要說了 你是否都是這些 你走入歐美的門檻 你不做這些 他不需要走入歐美門檻 他這次是出在PSP那裡 他本身都不是讓你走歐美路線 第一集 二集都是讓日本玩家 或者亞洲地區 適合那些人玩的 當然現在加爆衣只是順利成章 現在誰不爆衣呢 你說 我想不到誰不爆衣 時代的轉變 現在看爆衣 幸好他沒有把亞洲變成憑與羅莉 一向都不是的 一向都不是 他可以說端立體的轉變 反路頑童變成柳藥童 不過看這些圖片 始終要是square 我會覺得有好感一點 又是野村哲也 因為獅子術很厲害 頭髮飄一下飄一下 就是這樣 是這樣的 你的風格 是這樣的 這叫square 你突然叫鳥三明畫他 看看會怎樣 變成DQ 看看你玩不玩 Gigi Gigi 頭髮18號 18號 咦 我們剛才說的幾個都似乎是族作 沒有什麼新作 其實這都是大小而已 有個餅樓 樓方八世 當然要出一個族作 對嗎 終於我們可以今晚說一隻新作 Franquist Franquist 又是三上真思 那他現在CAPCOM的舊部 自己又開了一檔 開了一檔新的 叫做Platinum Games 那通常那些遊戲 就世家做化行的 那之前就出了一隻 V的Mad World 360 和PS3的Bionetta 那現在輪到 就是Platinum的大佬 阿三上真思出手了 那就做了一隻 日版Gears of War 日版Gears of War 就是Franquist 你這樣是讚他還是踩他 這個應用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負面的評價 就是 他的Franquist又十月推出 那我又是剛剛自己玩神機 玩了那隻DEMO 那就 好Gears of War 當然 頭不頭入到 Gears of War本身也是一隻名作 那我Gears of War 我是第一集片 即是他還沒爆紅的時候 我已經自己 跑去玩了 那 就是Gears of War 我真的很熟悉的 但是 Gears of War 本身那個視點呢 其實是XBhasa 4的嘛 那他只不過是 加多些Halo的元素 就是無限命啊 還有他自己創新了一個Cover系統 但是其實他 本質上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 吸至這個Bio 4的嘛 就是這樣啦 來到這個Franquist 有沒有意義呢 但是來到這個Franquist 就很嚴重地 他是整個Gears of War 都搬了過來 天下沒有 就是 天下文章一大抄 不過 三陣就非常噁心地 就抄別人抄他的東西 就是 即是他那個 Bio 4和Franquist的進化 是 看不到的 只是看到 只是看到他 是抄Gears of War 就是 他所有的Cover系統 你怎麼解讀他做這麼回堂的東西呢 就是 他自己的Cover系統啊 右邊的肩膀視點啊 那些東西 真是很Gears of War 還有 包括 包括4和5 那 出了肩膀視點 個人是行不到的嘛 這次是行到的 再加上衝啊 Cover啊 換槍啊 手榴彈啊 說真的 不行 還有他的故事 非常恐怖 那他一開始 就講這個 未來世界的美數 不是 美國和俄羅斯的太空競賽 那他 Mingman的畫面 就很死 高達的殖民性 不是吧 就是一個圓筒型的東西 轉轉轉 然後那些 建築物就很圓形的 起 起 起上來 就是你 那頭會 看到 另一邊的建築物 就是頭頂的建築物 感覺上 他真是 他真是豪偉高大 為什麼 一個 叫做 老前輩會做這些 那個惡質呢 就是 他這遊戲 就是 假裝一個美軍 穿著一套 包含了 的衣服 又好像 一隻 電腦Game Crisis 那樣的 然後 就不停地去寫 俄羅斯 那些 鬼 又是 很冷戰思維的 富士 他 真的好像 Gear Soft War 人類射 那些怪獸 那些 獸人 那就是 不當對面是人 那樣爽舌 那最後 那個DEMO味 就是打機械人 好奇怪 所以 21世紀 竟然還有這些東西出現 所以 真的好歐 這隻 難怪沒什麼人提 是 你不說 你不說 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很窮 他應該都收了皮 他是不是很窮 就是過一檔之後 他說這遊戲 開發了三年 開發了 誰開發三年 他說這遊戲 清潔那個人 三年前 他想這件事 是OK的 Gear Soft War 應該都出了三年以上 可能見到 Gear Soft War 抄他抄得這麼開心 他又抄回這隻 Gear Soft War 怎麼知道 早已經想抄了 弄了三年 那這隻之後 那再說另一隻 好像還有一隻 跟著這兩個星期 好像有隻 PSP的人中之龍 這隻 你們有沒有玩過 我現在 一直想 之前那一集 我主要是看我小朋友玩 那時候 因為他老了 一部PS2 他是不是古畫仔 日本古畫仔 其實他就 架空世界 PS2是頭兩集 出了四 那時候我小朋友應該是玩第二集 他又不肯給我一部PS2 我唯有每次上去探館時 順便看看他玩 我就挺喜歡這類 現代背景 打鬥黑社會的動作遊戲 他真的完全是拳腳拳腳窩人 他加了很多不同類型的格鬥技 好像 其實他是像SPYOUT的拳腳架 他可以去蠟野去打人 都是世家那種典型的Excel成份 不過他 像一隻 山木家 他都是學招的 山木都是要學招的 但是 他又很明顯地是 把自己的名作吸進去 有SPYOUT 一個打幾十個 然後那些招 那些招又是Virtual Fighter 故事是三目的 他的招不算好Virtual Fighter 都是腳腳拳拳拳拳 但是他的動作 那會不會悶 因為他不是很戰鬥故事 他主要是一個講故事 黑幫的故事 所以當時有人說是日本的CTA 他是什麼 什麼慈星洲 寫黑道小說 很出名的那個人 去幫他寫劇本 其實就算是一個 影射新宿江武忌丁的故事 那其實他那個 CAMULOT JOB 擺明就是新宿江武忌丁 他開個朋友一定會拍得出來 另外 他 有一個以前吸引的地方 就是卡拉OK 我最喜歡就是卡拉OK 不是說那樣 就是他控制主角 剛才不是說很多不同的招式 流派 他是需要學的 其實這個反應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個也是吸引的 因為你是不是都拳拳腳腳 一定會打死對面的 不是 後期那些DI高的故事 就是吃東西的 你要多些不同的組合技 那他說有BOSS級的東西 那BOSS有沒有特定的絕招 有的 都有的 有些屬於用摔角的技 他會對你用某些 一般的拳腳 來講 不容易攻得進去 所以你應該想一下 自己學招式會比較全面 有的 可能用一些寢技 那類的東西 去壓制那些 或者學一些雙子棍 都都劍劍 不過說回最新這一集 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 就有點像 之前動輝講過的軍雞 因為他也是講一個少年出來 應該是講幾個 主角線裡面有三個 兩三個主角 那他們都是要 主角 就被稱為黑豹這個主角 就要查一宗15年前的縱火案 應該是跟他家有關的 所以就運到黑道那裡 另外一方面 就不斷打地下拳賽等等 又跟不同的幫會勢力周旋 現在我看看 很多年前的恩怨情仇 就是這個 猛魚龍的傳統 每一集都玩 就是要說幾十年前的恩怨 我回來很著重 Connor說的唱K 唱K 唱K簡直是一個 魚龍最重要的 event 你不要玩這個遊戲 你玩專級算了 不是啦 真的很累 你覺得要出去玩的話 這些還適合你玩 他3和4就有 其實每一集都有的 丁公李偉做一個小蘿莉的角色 小蘿莉由9歲一直越來越大 到4是初中的 3就開始 就可以 首先去了沖繩 沖繩就有卡拉OK房 可以跟龍生一馬和哈洛卡唱卡 那很厲害 就變成這個 你個人的喜好 丁公在人用之音樂上放毒 在唱一些很idolmaster的歌 其實你見到他特意找這些聲優出來 就是想吸納年輕的玩家 吸納一些丁公病玩家 除了你說卡拉OK 他自從第三集開始 元素越來越豐富 例如樂級那些 他也是GTA的 其實他就 就沒有沙目那麼完整 因為他很多角色都不能跟他聊天 而且很多都是你聊天都沒有配音 沒有結果 所以你看過很多店鋪 你又不能進去 路人又不能跟他聊天 那就沒有沙目那麼過癮 真的 沙目就是浪費時間 那些地方 那些才最棒 不是 還有他還有 那我想他這支PSP應該都是只有一個學 看他的款 都不會有很多很有趣的Effect 之前小遊戲那些都很豐富 真的有沒有丁公 算了 你有病就去聽一下丁公的歌 治下你的病 但是他 我看他展示那段影片介紹裡面的 屬於芝士或者小遊戲那些都很豐富 我想 就算到時玩得那麼悶 打到很悶 只是玩這些賭博類的 都可以當作另外一堆遊戲 沙目沙目什麼時候出了 算了 沙目不會再出現 劇本抄權宜 沒有誠意 快要出的了 快要出的了 所以這集 我相信大家值得去試 我正在聯合朋友一起訂 PSP是比較容易試 對 大家會開心 還有他這隻可以WiFi的 四打 四打 是打人 支援可以四打 他應該是 那些擂台交 可以四打 因為他這集其中一個重點是打擂台 所以應該會 壽命會長一點 分钟比起之前那集 可能吸引到更多人玩 那還有什麼新遊戲 有一樣 不是一隻新遊戲 那是什麼呢 FF3 不是 我們很少講網上遊戲 這次要講一宗魔獸世界 大陸的伺服器就停了一段時間 因為上面的版權問題 轉代理和和諧化 就停了一年多兩年 哇 那些人都走了 不是 去到台服 其實不是完全停 他只是不能更新 大家就一直玩 舊版本在磨 很多有情有義的朋友 就當是一個 無情無義的挑去玩台服 剩下少量人繼續在上面磨 當是聊天交友的社區 就是這樣 那終於在 剛剛上面批了 新的代理 可以開放 但是呢 就更新到最新的版本 不過很多玩家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原來傳說中 遊戲內容被和諧化 真的出現了 那很多玩家 之前 就把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裡面 魔獸本身有用一些字眼 譬如說 自由交易 那些 或者可能我改一個人名 叫做 自由小鳥 那樣 大家更新後 發覺 自由這兩個字變成亂馬 標點符號 那些東西 那這個 就很多人不滿 還有投訴 你哪是自由的 可能本身他的東西 還未準備好 因為他 他的自由 這兩個字又如何呢 如果在其他國家 可能大家以為是一件普通的事 但是在大陸來說就很緊張 如果我們打一個字字 那會不會變成亂馬 只是那個字不會 自由兩個字拼起來就會 如果我第二個字 打一個逐字 會不會知道 我沒有試過 看你打哪個逐字 看哪個逐字 看哪個逐字 逐小鳥都可以 你真的 自己的逐月費 逐點數 其實他很奇怪 他會限定某個組合字 是不行的 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之前 為何新代理 那麼久都不可以更新呢 就是他提出其中一件 就是 打回來問回 如果他變成亂馬的時候 我想改回那個字 可以不可以 如果不是很怪相 可以 可以 這樣也好一點 很爛 但是很多人覺得不滿 要強行被人改這個字眼 還有 是不是 玩遊戲 敏感到這個地步 連什麼主要自由的字眼 都不能提 那你是一個公憑來的 你可以傳播很多反共的思想 因為剛才我聽到你說 兩年裡面 他當一個聊天室 其實 我想他 什麼都可以說 是啊 如果你們大家上網 我不知道YouTube那條被人劈了沒有 他之前都有一班大陸的 魔獸世界玩家 他們是自己 因為這一兩年太無聊 沒得打新怪 唯有在上面自己夾粉 就是用一些角色去拍一些網劇 其中有一個叫 網引 攻略 是類似Matrix的故事 真是幾意到網引 兩年都沒有更新 但是其實他們是 去影射 大陸現在對 網絡遊戲的不滿 就是這個故事 要啊 繼續給月費 那班人都很堅證 是啊 死人都不肯移去玩台版 或者是外國的那些伺服器 是啊 兩年台版的話 你玩的時候 同等級都還可以 嗯 Connor剛才說的是對的 就是在這段時間 很多人就已經孕育了不滿 就是 官方又說 有些內容要修改 要和諧化 最後出來的結果 就令到大家很憤怒 原來這些字眼都要這樣按 現在他們呢 大陸那邊就 用了另一個字去代替了 大家看到我寫了出來 自由 那個字又沒有了 哦 木田 就是 眼木那個 木 油字又沒有了 上高樂動 就是幫力申 晚刀甲 斷頭 就是用這個字眼 代表對這個措施的不滿 沒有自由 木田變了 這件事講起上來 可能跟大部分 我們的聽眾 或者玩家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一來大家 不是玩大陸 二來覺得 和香港 大陸是這樣的 但是難保 因為現在我們玩的很多時候 遊戲的中文版 他們其實都不是 看著香港為最大線 有時候可能 作為一個試點 或者可能 通常都是以大陸為主 香港的 那些 拳王會不會不給改名 現在叫復仇之路 可能不給這樣改 復仇 即是復仇馬上不行 復仇不行 或者下集叫自由之日 變成木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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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反而覺得最棒的 其實這件事 我都覺得 值得大家去注意一下 可能我們有一天 所拿到的 有代理的 中文版說明書 你發覺那些字眼 為什麼會這麼奇怪 可能就是有人 要在這方面 和諧大家的思想 希望我們玩遊戲 不要玩得那麼沉重 是的 新聞真的講了很多 新聞真的講了很多 那講不講 總之不講我的部分 是 不行啦 現在還有 還有 現在這個FF 預告了就要講 不過不用說取得太準 我們先完成了 紅白雞年代最下隻的歷史使命 一個FF 不知道講了多少次 我也是講不到話 不知道玩什麼沒玩過 上集我們其實都提過 Connor都講了 其實上集FF2還有一點點話 要先補充一下 首先 第一樣就是 FF2 首創的兩個FF的代表 一就是陸行鳥 二就是薛特 薛特 薛特是誰 薛特就是 薛特的飛空艇技師 哦 是誰 奇奇都是他做的 奇奇都出的 不過 不是一定跟飛空艇有關 不過 很多集都跟飛空艇有關 總之我叫他飛空艇的代言 FF13 薛特就美型化 找了阿中村猶一倍 不過最後要打他 很划算 FF2 第一次出 這個就是中年大叔 到最後 到最後 這個薛特 也是要 很悲壯的 划算 配合FF2 這麼多狗血 嘩 很小聲 另一樣就是陸行鳥 陸行鳥 基本上在FF2 就非常隱藏 就是他在那對王子兄弟 兼琴兄弟的城堡 下面那個森林那裡拿 你可能爆完整個遊戲 都未必知道 那個位置是拿到陸行鳥 陸行鳥 第一次出 那就是只走路 有什麼用 就是只走 代步 就是騎著他走路 會快一點 會快一點 還有不遇敵 很重要的 但是 還有FF2的路 真的很難走 又 懂得 拿陸行鳥 來走路 真的好很多 這個就是補完第二 另外 其實也成為Square的吉祥物 Square很重要 就是你這個知識還可以 還有一件就是野玫瑰 FF2的野玫瑰 就是什麼 它是一個Keyword系統 那 那 主角 就周圍 因為那些是淪亡的國家 所以需要一些切口 就是跟哪一個 平時在聊天 沒有什麼 可能會說廢話 但是主角一說野玫瑰 這三個字 那 就是跟你對口的人 就會說一些重要情報 就是天地會的 先說一句反青複 對 對 就很陸頂記的 所以劇情上是挺有趣的 所以劇情上是挺有趣的 野玫瑰 只是初段用 後來就會變成好像一些AVG遊戲 那你是要 不停給某個人 或者跟他說一些很重要的資訊 那那個人又說一些很重要的資訊給你聽 真的好天地會 天地會 因為第二集主要就是反抗帝國軍 所以那種秘密組織 那種任務很有趣的 那麼FF2就先到這裡 我補完多一樣FF1的東西 我當年 為什麼會玩完2 又回頭玩1 我記得看一本遊戲 看舊資料 它有一個轉職系統 它是由當初你控制角色二頭身的Q版 轉職之後變成三頭身 感覺上好像成長了 對 原本那個白魔是一個小孩子 然後轉職做高級的白魔導士 會有鬍子的 很慘的 咦 即是毛都會生出來 對 立刻生鬍子 很划算的 厲害 不過我也會有興趣 這個可以 真的挺有趣的 現在轉職都未必那麼明顯 嗯 FF11應該都很明顯 因為它整套衣服跟你換 對 整套衣服跟你換 說了另一隻又有轉職的 就是FF3 很簡單 很簡單 那麼 FF3就 FF 在紅白機裡面最後一代 我想問一問 它3是否即時戰鬥系統 是第一次出的 不不不不 是ATB是4才開始出的 3都是做很舊式的RPG 就是大家 會合制 對 所以 所以 那些鬼佬很喜歡踩FF 去 怎樣回合制 很慢 其實 自從FF3之後 已經沒有回合制 就算是FF10 那個回合制 都是 跟隊 但是有得打尖的 那麼FF3 基本上就是 真是很回合制 那麼 大家 兩個face 可能 有時 敵人在那個回合中 比你更快 那麼 基本上還是很傳統 FFF3 當年 FC版本 四個主角 只是不同顏色的人 到後來 重製版才重新 每個角色 它是洋蔥戰士 才不同顏色 其他職員是一樣的 如果你四個紅魔 那真的 四個 ABCD 那樣 四個是一樣的 對 所以這集 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系統上 這集 的確是花了很多時間 心機 譬如他的新職業 幾乎都專定了 是龍騎士 對 這集出先的 另外還有很多 那時候實驗性的職業 有的 不過就是 GAS 真的有得跳 但是這次就可以四個一起跳 快點 那個畫面不是很空嗎 是啊 你一度是要避招 因為那隻BOSS 一二一扣你很多 你真的要四個一起 同時間跳 跳了去避招 除非你練功練得很厲害 也有戰略性的 不是很認真 而且FFF3 我100%肯定 是整個系列 最難玩的一集 一路說 當然 因為你二的時候 用了避棋 我沒有用 就沒有用 慢慢講下去 這個 那FFF3 你有什麼想開始 其實 因為我重製版那裡 是沒有玩完 所以我 我反而是玩重製版 NCS 我跟白機 跟DS 都爆了 反而我又沒有你們所說 那麼難玩 不知道是否DS 會把難度較易了 我真的沒有肯定 絕對 你有沒有爆到 你有沒有爆到 爆了應該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最後的迷宮 是一個四合一的迷宮 我自己數過 那個迷宮 最後迷宮有26層 你不是說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那個爆 還是你現在說的 最深層次的爆 最後迷宮 你打暗黑之雲 那個迷宮 他是四合一 就是四個迷宮 加起來做一個 即是你是NDS版 NDS版 也是 我又不是很圍繞 因為我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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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落到那裡 不是的 他很變態 這個我慢慢說 他這一集 當初 其實主角 是被水晶挑選出來的勇者 要去解救這個世界 其實他這一集 有一個概念 就是光和暗之間的平衡 因為大部分 玩開RPG 或者其他作品都好 他們永遠是光明 絕對要壓到黑暗 即是人生目標 但是他這一集 要光暗平衡 即是他這一集 到中後段開始 劇情會說回 其實上一次的光暗大戰 因為光明的力量太強 反而就是需要 黑暗的暗之戰士 出來去壓制 讓世界得到平衡 這次就調轉 我們控制幾個人衝戰士 就是光的使者 去壓制暗 即是這裡 是會表現出 非一般RPG的世界觀 他這個世界觀 也挺有趣的 他一開始 就在一個很小的大陸 去到一個位置 就像上集那樣 坐六行鳥 坐六行鳥 在六行鳥之心 旁邊那條村 有一條小子 叫你 你在這個世界 繞一個圈 繞完一個圈 我就會給你一些東西 按照他這樣說 一邊繞 發覺原來 你一邊騎著六行鳥 那邊 那個世界 是一個飄浮的大陸 其實去到那個位置 也挺震驚的 世界是這麼丁 但它是一個 完全圍著的大陸 因為很多時候是反過來的 玩到RPG後期 就向天空之城 地底成進發 一開始就是天空之城的巨蟻 一開始就已經 好像玩了 NDS版 還沒拿職業 紅白機版 就拿職業 一開始 大概玩了20分鐘 就可以坐飛空艇 這天飛空艇厲害 但這艘飛空艇真的是 嘴巴 玩完第一個迷宮之後 你要撞一塊石子 那飛空艇就會爆了 我不明白為什麼 就是日本人的浪漫 當然要有神風攻擊 撞爆一塊石子 都想得出 那就犧牲了第一架飛空艇 之後反而是坐小船 之後還有三架飛空艇 所以這集 你自己控制的飛空艇 一共有四架 是歷代最多的 另外有些挺有趣的 在劇情上 他需要你去變小野人 變青蛙 真是很煩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 你平時打怪星 你通常都不會用魔法 硬打狂殺 就是你平時打斷的 但是如果你低小 你的攻擊力是你之前的十分一 就是你之前扣百多 去低小就還要拣十 升級的 如果你升級的快速 很多時候是要硬一的 都是 他其實都是減少的 總之是低小十倍 我覺得這就是有趣之處 以前玩得多,可能製作群都會覺得,每次我花那麼多心機做那麼多系統攻擊方法 你那些人就只是在那邊打,就是要逼你用魔法 其實呢,如果你一開始選擇四個熊魔,一直到離開這個漂浮大陸之前都是數場 因為平時四個熊魔,迷你攻擊已經很高 而且他一開始,去過城的左邊已經有把劍了 那把劍只是熊魔才能用到 那你先拿那個把劍,之後去另一個陣可以買多七把 那你用這個屈機的熊魔,是整個漂浮大陸沒人可以玩的 初次是小惡化 其實我想問熊魔徒師是用什麼職業 因為我們是介乎黑和白中間的 而攻擊力又有,比起戰士也有七八成 對,每樣都有 每樣都有 即是他有回復,又有一些黑魔法 即是周身都沒有張力 尤其是到了中後段 即是其他職業顧負了,出現騎士,某劍士那些之後 一開始是非常之強 因為他有自己補血 有些像忌安,在大熊面前就是惡霸 一出了就不值一切 但我想問,叫青魔道士是什麼 青魔道士這集還沒有 因為我經常聽你們說熊魔道士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說了這麼久都知道 黑白我知道是什麼 一個弓一個弓一個弓 他是中間 即是什麼都有 我又上了一堂 另外其實在武器、防具方面 都算是專定了日後路線 很多以後的經典物件 他都是在這集開始出現的 例如日本系列那些 村正、袁氏盔甲 袁氏上一集已經有了 不過就是我叫大家不要開這本箱 哦 引了一隻比BOSS更厲害 神之王昏、水晶防具那些系列 都是在這裏先出的 因為職業比較多 很多都用不著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他有些 他那些職業好像22種 那麼多嗎 他本身是多的 他很嘔血地 因為他跟一和五都不同 他這集就有一些終極職業 有兩個是強到離譜的職業 就是這個 你拿本什麼出來 阿朗 紅白機這些 劇設帶的白科傳說 對呀 戰士 苦雲爭 獵人 風水師 有些是後來的FF沒有了 對呀 我記得那時候 風水師厲害 風水師 對呀 地形 有些地形他發揮不到 不不不 你是根據地形去出不同的 對呀 對呀 雖然在沙漠可以刮龍捲風 小偷 小偷有不移 我忘記了是不是 這集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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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集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排在隊伍最初的話 他可以開到鎖了的門 對呀 一定要的 那是爭旅呢 爭旅 紅白機版不厲害 NDS版是屈機 因為呢 紅白機他那時候 他 即是那個 他每種職業 他都有分熟練度 即是 紅白機就叫Skill Level 那 爭旅在紅白機 就算升爆Skill Level 都不會反映在角色的實力那裏 即是 可能一個 Lv.67的 爭旅 但是Skill Level 練到Lv.99呢 那 依然不會 扣得很多 都會比Lv.1的 扣得多些 但就不會扣得很多 但是 去到NDS版呢 他基本上 所有 即是 角色的 能力值呢 是變得 非常之看重來的 熟練度 結果呢 你 我試過練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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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曾女練到 即是 空手家呢 一開始 又是Lv.78 我練到 熟練到 99 那我一下呢 就可以打18 扣2 3000 血 但是 你那時候 Lv.67 很初期 但是 你是靠著 這樣練熟練度 是可以 一開始練到很厲害 嗯 而且 空手道家 又是 不用裝武器 那 開始蠢了 頭頭呢 當然 頭頭 裝武器 會比較厲害 但是你一路 空手道家 你一路練下去 空手是比裝 更厲害 更厲害 那 那 紅白機版的 空手家呢 連爆了大概 幾個攻 不知道七十幾攻 那就比 Ragnarok厲害 但是呢 NDS版呢 連爆了 數練度 99 攻擊力是 去到220 達到這個拳法之達人的境界 是 是 比 神之王分一折的 真的沒有一倍那麼多 但是 你兩隻手拿 神之王分 當然是厲害 但是 兩隻手 雙拳 是強過一把 神劍的 我看回機 是強得很噁心的 空手道 當年 就是看這個 紅白機的 紅白機都可以 捉到這樣的點陣 是啊 就是Square 是把紅白機運用到 爆了痕 這集呢 很有趣 就是 道士高級的白魔 是有貓耳頭的 是 所以我一定是 一定要練 有道士 一定要練 道士 一定要把他在前面 拿著 貓耳頭 這個差不多也是 成為日後的指標 白魔是要有貓耳的 但是想想 就是 其實這件衣服有點像 那件衣服 但是你看回那時候 那些 衣著 那些衣服 已經做得很漂亮 其實 我看見有個維京人 這個好像是 維京人 我覺得 不是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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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攻擊力高 但是 經常miss 後期我記得龍騎士 是一定要有的 我記得 嗯 有些 即是有些位 一定要用龍騎士過 應該是這樣說 會輕鬆一點 還有他其實 有很多 這集很壞 就是很多 很多職業用不著 例如 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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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自己 那些 屬性 弱點 那你如果 打錯了 屬性 例如那時候 弱點是火 你用雷 他會吸收你的雷 幫他加血 對 幫他加血 很威無恥 那 去到那時候 你不用學者 去不停地 去 檢查他的東西 你是不能打 其實我那時候 也是想著這樣 但我發覺 因為我不懂他的日文 所以我檢查完之後 都不知道應該用哪一招 你不是對著那些什麼 什麼 因為他會轉 有時候 我檢查完之後 他又轉 我覺得煩 然後有時候 我又認錯了幾個日文 打到明早 打到NP 沒有了 而且這次 真的也是 計算下數 所以 你一開始 四個赤魔 真的很威死 你 如果是一個白魔 一個黑魔 你只是計算一個人份 所以 紅魔 那些NP 下數 打了七折 但是你四個人 這樣就 抵回了 除了這些系統 職業上 我也想多說一些 關於FF3 這集劇情上 幾令人深刻的地方 其實很多位 都是 為狗血而狗血 對 但他有 玩得上來 有別於其他 他就是有些 不一定要靠打 一定要走 他最少有兩次是這樣的經歷 就是最初要被 巴哈姆那場 巴哈姆那場 那次是巴哈姆來的 第一次遇到那條飛龍 那條是巴哈姆來的 還有後來就是海龍 即是水之神殿那條大海之沛者 哦 他其實都是 尤其是水龍那裡 水龍其實是被人偷了一顆 其實被老鼠 偷了他海底神殿裡面 雕像那一顆 那隻眼的寶石 令到他發瘋 然後呢 主角那一 其實是不可能打贏他 然後逃走 然後是 找方法 幫他平復 不是啊 那隻不用打 不是啊 馬上變 不是啊 不用打 跟他聊了 不是啊 連戰鬥畫面也不用進 不是啊 你在海拿了船之後 我當然沒有撞他 被他吹殺 我真的不會這樣做 所以我沒有遇過 我初時以為你會談劇情 誰知道一撞到 就被他秒殺 當然沒有啊 我沒有去撞這個劇情 即是直接去到水的神殿 立刻縮小 然後去打老鼠 即是他會在這些劇情上 是說以前這麼齋 全部看見就殺了他們就可以 即是需要有逃走 多逃走 例如剛才講過 要變小日 縮小日 這就是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 他的力量也挺重 蛤 實在有太多麻煩的事情 而且剛才也講過 他最後那個迷宮 真的很變態 對的了 你經過這麼多歷練 就是要找這些機會 嘗試一下 他呢 可能 他入到最後 打第二BOSS 桑達 你打贏了桑達之後 就會打最終BOSS 暗黑之魂 暗黑之魂 暗黑之魂是不能打的 即是那個位置 你打他 用任何招打他都是miss的 他一陣子一定要秒殺你 然後 才開劇情 出劇情 出劇情 讓你救回他 然後 去到那裡 即是出完劇情 就 讓你去另一個暗之世界 暗之世界 就要再打多四個 那些 唉 很麻煩的 即是 暗之水晶 那些 守護手 對 他又要救回那些 暗之戰士 這樣 之後 再一條線去打 即是 今次就可以打死了 那個 暗黑之魂 那 即是說 由這個桑達 去到那四隻東西 再打暗黑之魂 你中間是沒得清潔的 那 即是練六個波子 是要你 這樣去打 然後 你再 走回去 那條路 即是 走回去 那條路 又是十幾層 即是 所以這集 是很難打 很難打 我那時候都忍不住 要用一個特別的儀器副狀 我去即時清潔 自己製造清潔 這集真的很變態 他 即是 上次說了 上次說了 FF12的御敵女 是變態的 那這次又好了 即是御敵女 是少了 但是他的腦 真的 更 更長 更恐怖 他 最後 即是 那個商店去拿召喚獸 拿 買手去劍 那些地方 又是 一個迷宮的盡頭 即是 你走到那裡 雖然 那位是有些 幫你補HP 幫你復活 但你走回來 那裡 也是很糟糕的 還有這遊戲 你想要齊這些 真是很難玩 他那些怪 很多時候 都會出一些 Mateo 即是尋石術 那 一次 扣你二三千 那 如果你 HP不夠 嘩 又是一場 即是他一出這一下 你就拜拜 所以 就 很多人都會發現 一個玩法 就是 將這遊戲 變成一隻手裡劍 就是 你 最後拿了 忍者這個職業 一人 一人 拿四個手裡劍 去扔死 那些BOSS 沒有屬性 因為那些BOSS 因為那些BOSS 太強了 但是HP 又不是說 高得很厲害 那你 兩個人 一人扔一個手裡劍 六萬五千 六萬五千 的手裡劍 一旦扔回去 基本上 都 用錢壓低 就這樣 很現實 對 在金錢上 他們就會很快低頭 FF10 又是另一個很類似的 到時候再說 OK 所以 還有沒有補充 這集 很多補充 但時間有限 對 說多一點 就是 FF3 就開始 就是 FC 的最後一集 亦都是 阿直 重新開始上力 之前 有一些 挺好聽的歌 主要都是1 那裏 水晶歌 還有 手 Ming Film 二的六行鳥 二的六行鳥 就是因人而異 招牌 那到3 那些歌 真的開始神曲級了 那3的 那個境界有點不同 對 對 上了另一個境界 很難想像到 FC 紅白機年代的MIDI 可以玩得這麼出色 3的地圖歌 一開始已經聽到 很貼合 就叫做 柔狗之風 那其實 就好一點 塞爾特的感覺 那些叫做 New Age 音樂 就是一些 很愛爾蘭式的音樂 另外有一首 就叫做 沒有盡頭的海洋 又是一首屈機的歌 這些都像在網上找的 就是你 一開始 你拿完第二隻飛空艇 你可以飛出去 企業浩 好像是 對 企業浩 即是船變成飛空艇 然後 你飛出去這個 飄浮遊大陸 然後 去到地面那個大陸 你看到是一無無際的海洋 然後呢 他就播這首歌 即是叫做 沒有盡頭的大海原 即是海洋 你又感覺到那種蒼涼感 即是這個世界 甚麼人都沒有了 只剩下你一隻船 在那邊飛 嘩 那個感覺真正 無論 那這兩首呢 都是神曲級的 嗯 大家可以自己回答 即是 可以跟後面的歌 去 並肩而立 即是 那下次回來 都還有很多話要說 即是 F3的Bug都還沒有說 嘩 果然多了 這個我真的留下一次 那我們今天節目到這裡 再一次公租五月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我 未必在 下個星期還在 下個星期還在 再下個星期 有方法搞定 到時會再加一加 再去想 OK 快點努力 幸運沒有那麼多次 沒有的 最重要的 調整一下心態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今天暫時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 有請 各位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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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